歡迎回到我們今天現場的 《飛翔他》 那麼接下來想要先請教我們所長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到底目前現在 全球無人機的市場規模有多大 整個全球的主要消費市場 在持續擴大 各位看到 美國175億 幾乎是台灣的100倍 100倍 這樣還要玩嗎 但是這是市場 台灣所有的東西 想要成為獨角獸 都應該往外 往外賣 你們是賣外面的嗎 是的 OK 這樣就好 美國 中國 俄羅斯 四個部分就佔了 全球的60%市場 所以可以說土地大 它的應用就有多 農地小就沒辦法農噴 農地大它就可以農噴 因此鎖定這個大區域的使用 各國都大力在推動 這是台灣的機會 全世界無人機的十大公司裡頭 如同剛剛幾位先進講的 大疆佔了 反正74% 前十大 中國佔了五家 所以中國在這整個 無人機市場裡頭 可以說話罪也跟黨 是非常有影響力的 當然台灣也是有台灣的希望 我想台灣在發展 看到這麼大的份額 覺得台灣很小的時候 這會成長 可是我們一定要往外走 會看到這麼大的市場 對 全部都是台灣的希望 因為這個無人機 它不是非常巨大的 對於台灣整個供應力完整 整個從台灣頭到台灣尾的 機械也好 自動訊這麼強 我們充滿了希望 OK 說唱講得好好 對啊 本來看到1.73 心都量一半了 現在是看到希望 講完就看到希望了 這是市場 不是說只有這樣 OK 台灣小歸小 但是希望無窮 是 我們現在正在奮鬥中 就是我們高總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高總現在在的 你自己創的這家公司 無人機之王 翔碳科技 其實創這家公司沒多久 2016年開始 你們 三年了 才三年 你自己本身聽說就是 無人機迷 很愛玩 我本身其實一開始 是在玩這樣子的競數 這什麼 這是競數用的無人機 競數用的 對 競數用就是這個 很快 飛很快的 對 之前有好幾場 國內有比賽嗎 是 那個都是我們辦的 都你們辦的 是 你玩家還兼主辦單位 是 但是後來因為 我們專注的是控制系統 還有馬達設計的部分 那 當然一架無人機 它有很多不同的系統 但是我們因為是新創公司 所以其實也沒有辦法說 掌握到全部 對 我們專注的就是控制系統 但是在我們完成 我們的控制系統之後 我們發現說 競數用無人機 其實它沒有辦法 讓我們很快速地獲利 為什麼 競數機這個 都被當作是娛樂 對不對 對 它是娛樂 我們辦了三次的比賽之後 我們發現 玩的人都是這一群人 而且玩的很少 沒有 玩家沒有辦法擴大 因為這個需要一點技術 是 是嗎 你一定要是 大家都能上手的東西 才會賺錢 這個很難是不是 對 這個很難 這個滿難的 這個飛行有點困難 需要花一點力 這樣我要練多久才會玩這個 可能至少要三個月 它人好好 我看它本來想講三年 沒有 三個月 你要日以繼夜 日以繼夜三個月 比打遊戲還難 是 但很刺激對不對 很刺激 那個看到的畫面是什麼樣的畫面 它就是飛機的前面這個鏡頭 所以它會讓你有 我們會戴個眼罩對不對 對 它會讓你有錯覺 是你飛在飛機上面 比較好的就是說 當你的日機 這很High 是 很High 對 但是它損失的機率也滿高的 而且容易暈 會有暈眩的問題 就好像我自己飛在飛機上這樣子 坐在飛機上 自己在駕駛這個飛機 然後可以 就是這種VR AR的概念 是的 但是它VR AR它是虛擬的 我們這是真實 飛機摔壞是要花錢修的 好不好想買一台 立刻就覺得很想參加 我覺得這個滿好的魚 很像合女生 怎麼會搬不起來 是 但是說真的 這個對我們企業來說的話 其實因為它沒有辦法獲利 但是我們累積了許多的 控制系統的設計經驗 尤其是對這種比較小型的系統 小型系統其實它的 飛空的設計層面 其實比大型的還要複雜一點 因為它小型的 其實它因為它比較不穩定 大型因為它重 它有一個質量在 所以它的難度是比較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 這個控制系統應用到 未來是 就是我們使用無人機 來做一些事情 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們現在正在 是 像我們 這是一個 陪伴型的無人機 陪伴型無人機 對 就是 剛剛一直在講殺人機器 現在突然變成 它可以幹嘛 這樣的設計 其實在未來它會變成 就是你拿 從你的包包裡拿出來 然後往上丟 它就會打開來 然後就會停在那邊問你說 你希望它幫你做什麼 真的 這樣子 然後往上丟它就 OK 它就會飛了 是 它就會飛了 阿拉丁神燈還要千千萬國 才可以找到 我這個往上丟就有了 它可以為我做什麼 第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擺在家裡的話 它可以幫你做家庭的保全 就是你 保全 是的 你發現說你家的瓦斯沒有關 你懷疑 你可能就可以用手機去控制它 讓它飛過去幫你檢查 要檢查 是的 可以爭取一下 我老公現在在幹嘛 他現在發手機簡訊給誰 對 那個女生的名字 電話幫我看過來 這可以嗎 一定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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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這個一定超級大熱賣 買了 對不對 這個有分享 不要賣這個 學三年 好累 對 是 那個外型好像是星際大戰裡面 那個機器人 是的 這個已經在量產了嗎 這個預計在明年 因為我們的Prototyping 已經在飛了 已經會飛了 它特殊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它只有兩個螺旋槳 對 一般我們看不到兩個螺旋槳的飛機 無人機 因為它的平衡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 在控制系統上面 付出很大的功夫 來讓它可以做平衡穩定的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女生流行小包 有一本書說 女生的包越小 命就越好 只是帶很多代表 你這身很操勞 出去辦那麼多事情幹嘛 我包包那麼小 放這個這麼大顆 怎麼放 因為這個是一個球型的設計 它是scalable的 所以 它可以變的 它可以變小 就是 依照不同的應用 然後會有不同的大小 OK 你剛剛說還可以帶到山裡面 是不是 是 對 就是 舉個例子來說 因為山上它沒有GSM的訊號 對 所以 基地台比較弱的時候 你的手機可能沒辦法通訊 對 我們就可以 假設你走到一個地方發現說 你需要救難了 可是你沒有訊號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個拿出來 像飛哥傳輸一樣 它就會幫你找到有基地台的地方 然後發出你現在需要 救助的GPS的坐標 那就會有人來救你了 我覺得這個聽起來是很有傷機的 是 因為山裡面手信訊號 沒有 台灣的那個山地 地形又特別是那種 就是那種重骨型 就變成說 你今天你過了一個山頭 你可能搞不好什麼訊號都沒了 然後真的是 那個叫天天不應 叫天地不應 它就把它丟上去 到空中變成一個 飛哥傳說電磁版嗎 它就可以飛回來 然後幫我求救 這個很好 是 這個現在全世界已經在應用的嗎 沒有 沒有 這個應用 我們是唯一的 唯一的 獨家 我們台灣唯一獨家在研發的 全球 這是要給點掌聲嗎 台灣的掌聲 對不對 剛剛所長講 我們希望無窮看到希望的 這個很實用 是的 OK 我們剛剛進廣告聊到 電磁很重要 最近發生什麼烏龍事件 那個 那個在 忘了好像在哪裡 反正就是 就是有那種恐怖份子 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的 他們要弄一個無人機 去炸它的目標 結果沒有想到 它那個無人機在空中 那個電池不夠電 現在這種無人機 它都有一個功能 當它偵測到 你的電池很低了 之前不是大家 還有看到一個影片嗎 好像在哪裡 在日本 它的那個無人機飛飛飛飛 沒電 然後就開始掉到水裡 然後有個人衝過來 然後跳下去 然後跳到池塘裡面 然後最後游去 把它這樣 伸手救起來 對不對 其實無人機都有這個功能 就是它快沒電的時候 它會回到主人的身邊 結果沒有 因為它這裡帶了炸藥 快沒電回到主人身邊 很適合 然後就爆炸了 因為有帶炸藥 然後帶炸藥 它們說就有帶炸藥 所以它那個 怎麼這麼笨 變成進入 那個控的模式 電池沒電了 進入那個控的模式 飛回來 像我們家那I-Robert一樣 這個掃地沒電 就開始自己回來 對 就回來了 可是它是炸彈 它在那裡帶一個炸彈 然後就過來 就把那一群恐怖份子給炸死了 是 昏倒了 這個有這個問題嗎 沒有 我們是陪伴型機器人 對 對 是的 不用擔心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台灣隱藏版的台灣之翁 其實在很多角落 我們台灣很多角落都在努力 我們來看到 現在其實國內領先推出了很多 多軸無人機的飛控系統 聽不懂 導控地面站軟體設計機 無人機人工智慧的系統管理系統 那麼也現在是新南向 對不對 是的 剛剛講到賺外匯 就是博外賺錢 在印尼泰國展開農藥噴灑 空中地送 物資等的業務 那麼跟日本前三大的 無人機應用公司合作 現在是國發基金的 新創企業之一 是 創業很辛苦嗎 是的 當然 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真的 創業一路上其實我們也遇到 很多的貴人 遇到很多貴人其實 幫助我們很多 我們也很感謝他們 以新創企業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感謝他們其實就是 在強化自己 然後把這個市場做得更好 這個是我們對於投資人的回報 謝謝 OK 好 我們剛剛講到 你好像得獎感言 剛剛講到農藥噴灑 我們現場來看一下 告訴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台無人機 聽說這是農藥噴灑的機器人 是 妳有說 厲害在哪邊 厲害在就是說 它其實可以讓我們的農民 減少他們碰到農藥的機會 所以可以讓他們更健康 再來就是 在作業的時候 一般假設一甲地 可能傳統來說 如果以人力的話 它可能需要三個人 三個人 可能要作業 可能要做好幾個小時 好幾個小時 但是用我們的機器的話 大概就是兩個人 然後大概就是 15分鐘到20分鐘就可以作業 兩個人 操縱嗎 他們不是操縱 他們只是做檢視 就是去監控飛機的狀況 在這邊冷氣房裡面看就對了 是他自己在工作 對 是 他只要15到20分鐘 一甲地 是 這樣人力可以節省得很多很多 是 這個最厲害的地方 這個馬達好像是你們自製的 是 主要是參數的部分 因為不同的飛機 會有不同的飛行狀況 我們針對螺旋槳 還有我們的 機體附中的部分 做了一些客製化 農藥是放在 最下面的圓筒 下面這個圓筒 對 所以一次的量就可以放 大概是15公斤 45 15 15公斤 我們剛說每個無人機都可以變成殺人機器 這個也可以放 它可以載15公斤的炸藥 炸藥 15公斤炸藥 我女生比較沒有概念 15公斤炸藥 15公斤炸藥應該 炸倒101應該沒有問題 炸倒101 所以這一台是 有這個可能性的 它有這個可能性 我們在開玩笑 在台灣不可能這樣飛 OK 我們現場要不要 可以示範一下嗎 好的 沒有問題 可能要退後一點 因為這個危險性 這有危險性 對 有危險性的 什麼危險性 它的螺旋槳其實因為高速旋轉 它 它是一個非常利的東西 它可能會害人受傷 對 OK 所以我們退到這邊嗎 要更遠一點 這更遠一點 要更遠一點 我需要跑出攝影棚嗎 不需要 大概可能要到這邊 這邊 OK 好 那我按一下啟動 就是我們有做一個安全的裝置 對 對 所以平常正常操作就是這樣 對 就是它需要去壓一下 就這邊放農 放農藥 不是放炸藥 放農藥之後 放農藥之後 先壓一下 對 然後這趕快跑 對 就趕快跑 是這樣子嗎 感覺很危險 這起來了 有點恐怖 恐怖很大 好穿著感覺 對 就這樣 就是這樣子飛 它可以前進嗎 可以 那可以飛多高 它飛到1000公尺沒有 但是在 空好大 農務作業是不會飛到什麼高 OK 剛剛那個真的是好厲害 是 就是這樣 現場感覺到風都出來了 是 好 講到創業這一段 你本來是工程師 是 怎麼會從一個玩家 想到要來創業 應該說一個人其實 一生當中 其實沒有幾次創業的機會 對 你如果在很後面才開始創業的話 那你可能 你的時間就不是這麼多 創業的失敗力 其實是大於成功率很多很多的 對 所以我才會希望說 時間到了應該要自己出來闖一闖 試試看自己可以到什麼樣的一個地步 其實創業真的很辛苦 我聽過我台大館院的院長講過 他說創業好比 100隻鴨子 在過高速公路好了 就100隻鴨子 站站輕輕輕輕 然後這樣一大堆車水馬狼 走到對面去的時候 98隻鴨子都被鴨扁了 另外過去的兩隻回頭來看 怎麼我們兩個在活著 互相看對方一眼 你怎麼過來的 兩個人就說 兩隻鴨就說 我們也不知道 創業就這麼地困難 98%的人應該都會失敗 所以你在賭那個2%的機會 是的 但你沒有看到大江嗎 大江在眼前這麼大一家 當家大江 問一下 這是你的太太嗎 一起創業 對 一起創業的 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我覺得大江比較主要是屬於 空拍 消費型的市場 可是我們就要跟它走不一樣的路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競速 然後接下來就是屬於比較大型的這種農喷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的隨身的這個 像我們的小管家一樣 但是我覺得說 這樣講好了 我覺得大江他們本身 在製作這種比較屬於量身定做的 我覺得沒有像我們這麼的 因為我們小 然後我們比較多的時間 跟我們比較多的那個 怎麼講 比較說專注 專注在主要可以做比較多 不一樣的無人機 對 聽說你們被大江嗆過是不是 也不是嗆過 就是我們今年的3月 我們去日本 參加他們的日本粽子的展場 然後我們 我就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 英日文都不是很好 然後我其實就站在那裡 站在我們那個會場 那個展場的位置 然後因為我很特別 為什麼我居然要帶這本雜誌來 因為我們先生剛有被報到這個 就是我們的無人機之王 其實不是我們自己取 是他幫我們封號的 然後我想說 畢竟無人機之王 雖然我們是台灣無人機之王 我也沒有說是全球的 然後我們就把它帶著 我就放在那個展場的桌上 對 然後剛好就有一個 穿著西裝打領帶 看起來年紀也不大 個也不是很高 然後他就非常地有興趣 就 我趁我先生不在的時候 沒有 我有一個人站在那裡的時候 然後他就跑來看我們的那個飛機 然後又有英文 你能夠展示這個 對 就有展示 然後他就很好奇 他們沒有 我們有 對 因為在場日本 不要說全國 全球都沒有看過 我可以 我把它稱之為好像寶可夢一樣 其實滿像寶可夢的 對 因為我女人很愛寶可夢 所以我現在有一點也是為了孩子 有沒有 就是說他就很好奇 然後就來看 然後就用英文在那邊問問問問問 然後突然間他們說會講中文的 為什麼不講中文 然後他就瞄到這一本雜誌 對 然後又我是放到這一頁 他就說 無人機之王 台灣無人機之王 對 台灣無人機之王 然後他就 他就臉就怪怪的 那我當下還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然後突然間就是他 名片拿出來 汪先生嗎 不是汪先生等人啦 但是 汪先生應該是不會出現的好不好 在日本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就突然臉就怪怪的 然後我也不知道 我說沒有啦 我們是台灣無人機之王 我一直強調 我也沒有說我是全球 他名片到底印什麼 然後他就突然名片拿出來 大江的全球的業務總監 還要把業務總監 別這樣業務 對不起 業務總監 你知道就我們 全球 你了解嗎 最大咖的 那我們當下 非常押韻 因為他其實是特意來我們的攤位看的 對 然後一來不只他一個 後來他們全部都是他們的 一行四 五個人 對 然後我們才知道說 他是刻意來看我們的 OK 所以他們刻意來看代表是 對這個東西應該是滿感興趣的 應該是說 弟兒還是來看看 誰敢叫他自己是織王 對 他也 他們想說他們天王極的在這邊 誰是織王 他也覺得很訝異說 台灣 因為他們很少聽到台灣有無人機 又是四周的 因為我們在整個世界的市戰率 我們其實真的是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做出 跟人家不一樣的 我今天可以很大聲的 我在日本 我會很非常自豪的 驕傲的說 真的很驕傲 因為你們沒有 對 是不是 你們就是沒有 我們雖然很小 雖然現在產時不是那麼大 但如果有的 你就是沒有 物以心為貴 可是你不要看 我們要嘛就做最大 要嘛就做最小 對 是不是 因為我剛好不做很中間的 這就是我們厲害的地方 那我今天做小的 我做我逆取的 我自己獨特的地方 那我就是要跟人家走不一樣的路 如果我硬要去跟他競爭 沒有意思 他空拍市場已經全世界市戰這麼大了 然後每次去各個國家參加他們的什麼 雖然不管日本 歐美 中國 不管 永遠都是大疆的貪圍 永遠是最大的 對 對不對 那我們台灣 我們就是要殺出一片邪露 真的 真的 太振奮了 是要殺出邪露 剛剛一直貼我們腳 我們就覺得 不要這樣 而且Globo的總監還帶隊 去參觀你們的貪圍 貪圍雖然很小 但是來了重要人士 而且包含日本的 就是日本的大疆 對 日本跟你們合作 對 日本的大疆 他直接跟我 我先生跑去看 他也沒有去勤奮塔 他就是跑去看而已 想了解一下而已 他就說 我們知道你 我們知道你 OK 不錯 創業才四年 其實這樣是很有成績的 可以繼續往前走 是的 但是我覺得 我本來想要問太太 因為通常創業的另一半都很痛苦 是 但看到太太想要這麼慷慨激昂 是完全支持你 沒有 沒這樣子講 因為我覺得說 畢竟 我們在做的時候 2016年 其實大疆也是剛開始 我們都 我只是聽我先一直在講 中國的大疆突然間獲得大筆投資 然後它突然變成非常的 本來從一個 我們根本也沒聽過的 無人機什麼東西 到現在還有人會問你 無人機是什麼 很多你去問那些什麼婆婆媽媽 一般人 她根本連無人機什麼都不知道 到底是什麼東西 可是大疆的確是把它好像 帶領了一個蜂巢這樣子 它開了一個線路 對 我們後面會飛更高飛更快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當初我們在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是想說它已經 突然間成突然 它是非常突然的 然後我們也一樣 我們也是很突然的出現 那我們就要跟它走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那時候 我很支持是因為我覺得 我看中了是說 這個前景畢竟不是一般 因為我們的市場可能雖然很大 但是競爭對手很強 但相對的同業競爭沒有這麼多 我覺得我們可以比較有機會 因為剛剛講台灣做的沒有那麼多 所以努力是有機會 對 我們努力是有機會的 人生就是要聽一個Butter 他本來是一個外商領高薪的工程師 聽說為了創業房子都一直在賣 是 你的心臟滿大顆的 沒關係 我覺得 其實我一直很 也很嚮往一個人 但這樣講好像有點噁心 沒有辦法 你嚮往一個人 因為我知道像李安 導致 她在成名之前 她的太太是無條件的支持她 對 我也覺得說 你看李安她真的成功 她變成全世界 不是只是一個亞洲 我覺得我先也可以 所以我把它當作 好厲害 李安這個女生比較糟 你最厲害的不是創業 這是娶對老婆 對不對 我也這麼覺得 她願意當背後的女人 李安是 李安太太好像辛苦了六年嗎 不只七年 這個新聞我也很重視 因為我老公也是這樣跟我說的 你老公想幹嘛 這是娶對老的老公 OK 好 他們這光繼續加油 我們先進廣告